你父亲如今太放肆了 御氏一直未经朕的允许 竟然私自定了 朕平日里确实信任他 听他的 但也不代表 他可以越过朕为所欲为啊 定了他 那日打扫老爷书房的时候 我偷看了老爷要臣给皇上的奏书 名字的确写的是刘全 看来你要多花些心思 讨老爷欢心才行啊 不过就算如此 你也为我立大功了 为什么 横竖这个位置一定是我的 你有什么高招 到了明日你便知道 各位大人 你们都听说了吗 孙大人要选刘全做御史遗旨了 孙大人如今可算是权卿朝野 还没等皇上发话 他便私自定下了的御史遗旨 因为我看 往后这朝中官员任免啊 怕是全要凭孙大人一人做主了 很是 很是 我们的前朝后 可全都指望孙大人了 怎么了 皇上 是今日的饭菜不合胃口吗 是人不合胃口 人不合胃口 你父亲如今太放肆了 御史遗旨未经朕的允许 竟然私自定了 朕平日里确实信任他 听他的 但也不代表 他可以越过朕为所欲为啊 陈妾 替家父向皇上赔罪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敢问皇上此事从何而来 证据何在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说你父亲要让刘全当御史 那父亲的奏书也是这么说的吗 朕还没有看到 既然皇上还未看到奏书 那怎知这些流言所传非虚呢 也好 朕就等上一等 看看流言是否是真的 恭送皇上 朕 朕 到底是谁干的 今天要是查不出来 所有人给我跪死在这里 老爷 怎么了这是 有人偷看了我的奏书 还传扬出现 有些愣得满城风雨 都传进了皇上耳朵了 老爷少恩勿躁 昨日出了几个洒嫂的 还有谁进过老爷书房 老爷 这几日 我陪三爷读书 连房门都没出过 不与我们相干啊 老爷 世杰这几日公务繁忙 老爷每日下职回来 他都还没到家 偷看过我奏书的人 就在这间房子里 今天必须要给我查出来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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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突然想到了一个法子 能查到谁见过您的书房 动过您的奏书 怎么不早说呀 老爷 二奶奶 怎么会是你 你进过我的书房 是 那退下 是 是 是你把奏书里的内容泄露出去的 这么做与你有什么好处 老爷 我没有可以泄露 现在外头洪灾严重 边疆也不太平 二爷常年在外 音信全无 我听了御史 可以押送军粮去二爷的驻地 我便找人托了刘大人 等他服人之后 替我送一封信给二爷 向他问一句好 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刘大人会把这件事情 张扬出去 那这件事为何不早些与我商量 是媳妇罪甘万死 媳妇自知有罪 不敢同老爷商量 老爷 二奶奶也是多年没见到俊豪 他这心里面 你还替他说话 看看你交出来了什么好儿媳妇 二奶奶齐情可敏 二奶奶齐情可敏 齐罪当罚 罚你禁足一个月 不许出屋半步 谢老爷夫人 散了吧 老爷 这事可有挽救的余地 挽救 如今满朝文无虎视淡淡 皇上未必对我不存意 那可如何是好啊 看来不得不去见贾芳源了 他住的咱们家 应该是咱们的人吧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个贾芳源未必是可行之人 罢了 是今到了这一步 随缘吧 我想摘些花回去 您好 禁足一个月 屋里太闷了 有花心情会好些 走 我陪你摘 孙奶奶 您就不必看我笑话了吧 二嫂 我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 你心情不好 我就不打扰了 改天再陪你姐妹 你可真厉害 先跟我套好的话 再找条狗过来指证我 这下子 再也没有人可以追查这件事情了 你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卫美似乎不太开心的 我被禁足一个月 你却走马上任 要当大官了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 谁知道你是真心待悟 还是练完我之后 就一脚把我给踹了 我哪是这种人哪 不过要说私心呢 确实有一点 狐狸露出尾巴了 等我上任 就要押送军粮去边疆了 把你禁足了 我才放心呢